你好 我是徐黎江 做奥运会的时候 做运动员的时候 我参加过三届奥运会 2012年 我拿到了亚洲第一枚 也是至今唯一一枚 翻船项目的奥运金牌 并担任了伦敦奥运会闭幕式 中国代表团的起手 现在我是一名体育媒体人 已经采访过200多位 各个运动项目的冠军运动员和教练 你一定听过一句中国的老话 叫赛温芝麻烟之飞服 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人住在边疆 靠近要塞的地方 有一天 他家的马跑到敌人那里去了 大家都过来安慰他 结果这位老人却说 讲不定 这会成为一件好事呢 过了几个月 他家的马 带领着敌人的骏马回来了 大家纷纷都来祝贺他 结果他说 谁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一件坏事呢 后来他儿子骑了敌人的马 摔下来折断了大腿骨 大家都感到很惋惜 但老人又说 这事儿或许也没那么糟糕 一年之后 敌人大举入侵 朝廷征兵抵抗 那个地区参战的男人 十个死 九个重伤 唯独老人的儿子 因为摔断了腿 不能参军 才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赛温施马 胭脂非福的故事 也有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 因祸得福 那你觉得赛温施马和因祸得福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 它又是哪里不一样呢 今天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 来跟大家聊聊 我对因祸得福的那些机会 你肯定要问了 李佳 别人说自己因祸得福也就算了 你堂堂一个奥运冠军 顺风顺水功成名就的 或许以前训练是苦了点 但也跟灾祸不沾边吧 你哪来的什么因祸得福呢 其实啊 我是半个残障人士 而且是从小就残了 1987年 我出生在上海的长宁区 小时候的我 经常感冒 发烧 肚子疼 三天两头要往医院跑 免疫力那可真不是一般的馋 五岁那年 偶然在幼儿园的门口 看到游泳队在招生 爸妈说 诶 或许通过体育锻炼 能增长些我的抵抗力 于是 就把我送到了 潮宁区温水游泳池 试训 从此 游泳 就成为了我生命里 重要的一部分 每天放学之后 要训练两个小时 一年365天 只有过年才能休息两天 而且每天往返的路上 都要花掉两三个钟头 时间长了 我跟那一条公交车线路的 售票员们都熟了 他们每次见了我都会说 今天游得怎么样啊 练得累不累啊 有时候我没抢到座位 售票员还会把他的位置 让给我半个 跟他一起坐 就这样 在路上和游泳池里 我度过了整整五个春夏秋冬 十岁那年 我去参加了上海市游泳队的选拔 结果 说我身高太矮 爆发力不够没选上 不过那天很巧 上海翻船队也在那边挑选苗子 教练看我爸妈身高挺合适 就来打听我的情况 顺便也介绍一下 翻船 这项大家还不太熟悉的运动 也邀请他们带着我 去参加翻船队的视讯 我爸妈想 虽然对翻船完全不了解 而且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 到底怎么样 但反正也进不了上海游泳队了 试试就试试呗 于是 在1997年的夏天 我爸爸开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车 把我送到了 电山湖的翻船队训练基地 跟其他50多个小朋友一起 同吃同住一起训练 也就此开启了我的集体生活模式 在经过了两个礼拜的视讯之后 我成为了入选的三个女孩子之一 其实 那个时候我爸妈 是不舍得让我成为一个 全日制的专业翻船运动员的 因为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而且无论是寒冬 酷暑都要一直长时间地待在户外 训练特别地苦 但我却告诉他们说 比起枯燥乏味的游泳 我更喜欢有趣好玩的翻船 比起一船不变的泳池 我更喜欢每天都不一样的湖海 比起在池子里来来回回地翻滚 我更喜欢在大自然中自由地穿梭 让我没想到的是 爸妈在跟教练商量了一番之后 竟然就同意了我的选择 要知道 那个时候 我还不满十岁呢 不过妈妈还是以重心长地叮嘱了我一句 说 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也是懵懵懂懂的 就是纯粹地觉得能玩翻船很开心 完全想象不到 未来竟然会有那么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 我开始走向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后来在翻船队待的时间长了 身边的人慢慢发现 我有那么点不对劲 我总是需要他们重复说过的话 才能听清楚听得明白 其实之前我在游泳队的时候 也听不清教练说了什么 每次站队 我总会不自觉地探出脑袋 想方设法地离教练近一点 也好听得清楚一些 可在翻船队 我跟教练队友吃住生活都在一起 我严重的听力问题 才彻底暴露了出来 爸爸带着我去上海五官科的医院看专家 他拿到的诊断是神经性耳聋 听力损失百分之五十 以错过最佳的治疗年龄 建议尽早佩戴助听器 可是为什么家里面的人 都没能早点发现我的这个问题呢 原来啊 我的父亲也有类似的缺陷 而且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爸妈都会特别耐心地跟我重复没听清的话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女儿会有这方面的不足 所以在十岁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可这样的听力问题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在海上的训练 教练的指导我听不清 沟通起来相当的费劲 于是有一天 教练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让我打电话给爸妈 过来把我接回家 退出上海翻船队 我一听到要被退回去 沟通一下就在教练面前跪了下来 嚎啕大哭 一边恳求教练能够把我留下 一边发誓 未来我一定会更加刻苦地训练 用好成绩去回报团队 也不知道教练是不是被我的反应给吓着了 心一软 勉强把我留了下来 擦干眼泪 会心一笑 我终于可以继续跑翻船了 于是 在海上就出现了一些特别搞笑的画面 教练们为了我特地买了一个喇叭 就是以前那种踩着三轮车 走街串巷收废品的电喇叭 朝着我大声喊 可我在跑船的时候 还是听不清教练说了什么 有一次教练喊我 徐李嘉 把肚饼拿高一点 用上海话讲就是 把肚饼拿高地 结果我却听成了 把肚饼拿高地 顺势还挺起了肚子 高的教练们都哭笑不得 后来教练只能让我把船停下来 他教练请开到我船边上 这样我就能近距离地看着教练 配合唇语来理解他的意思 我跟队友之间闹出的 闹出过的笑话就更多了 面包超人听成找天下飞机 把低纵无词听成八字中字 晚上十点钟熄灯之后 寝室里的女孩们会一起聊天 可漆黑的一片 我根本看不清她们的嘴型 猜不出聊的内容 就从来都加入不了 女孩们的八卦世界 刚开始我听不见的时候 大家还能跟我重复一下 可时间长了 身边的所有人都厌烦了 谁还会有耐心 反反复复地 重复给我听呢 那到后来 就成了嘲笑 挖苦和讽刺 对我的统一回答就是 好话只讲一遍 那段日子 我觉得特别的孤独 听力的缺陷 让我没有办法融入到 集体的生活当中去 慢慢的 我就开始变得自我封闭起来 也不敢跟别人多说话 队友们 在训练之余 会一起聊天 打牌 追剧或玩游戏 而我 只能一个人 静静地在角落里 看书 学习 练字 或背英文 我也不是没有抱怨过 为什么 上天对我那么不公平 为什么 偏偏是我 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听力残缺 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不如按次努力一把去改变现状 毕竟 大海才不在乎我的听力 是不是有问题 翻船也不在乎 我可以去竞技场上 实现自己的梦想 于是 在训练场上 我总是那个练得最刻苦的拼命三郎 生活里 我也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挤出来 拼命地学习 一年之后 我在香港拿到了全国冠军 两年后 我在巴基斯坦拿到了亚洲冠军 五年后 我在美国拿到了世界冠军 十五年后 我在英国拿到了奥运冠军 我也从刚出国时需要依赖翻译 到后来成了队友们真心抢夺的翻译 因为我比专业的translator 更懂翻船的规则和航海的术语 能够在比赛的抗议审理当中 更精准地去描述和还原 赛场上所发生的碰撞和纠纷 现在 当我回过头去看 过去所发生的那一切 我反而会觉得特别的感激 听力不足 或许是所有的残障人群当中 最幸福的那一类 因为靠周听起 就能基本弥补缺失 但如果是看不见或肢体残缺那样的情况 再怎么补偿 也很难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 如果不是听力的问题 我或许不会那么的拼命 更不会那么的想要去证明自己 反过来 它还能让我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 专注到自己当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的事 从来不会因为某些杂音而开小差 马老师说 我有一个特点 叫 充耳不闻 反正我听力不好 别说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就是当面说我 十有八九我也听不见 就不刚好 专心做自己的事吗 你说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呢 这一点 在我转行做体育媒体的时候 也有同感 2017年 我因为全身有太多严重的伤病 哪怕经历了好几次手术 也还是没能康复 甚至因为我颈椎突出压迫到神经 躺在床上 完全动不了 即便 我再怎么热爱翻船 也必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我 再去备战奥运会了 那一刻我想了很多 除了翻船之外 我还能做些什么 以前我曾想过做教练 但整天风吹浪达的 身体根本扛不住 想过做队里的翻译 领队或是体能师 心理师 但我又有一点不甘心 一辈子都待在运动队里 一年只能回家一次的节奏 我也想去看一看 翻船之外的大千世界 我的本科是在上海交大读的管理专业 按理说 我也能靠 分配做一个小领导 或者是应聘个航海俱乐部经理那样的角色 但我暂时对那些还不太感兴趣 想来想去 我突然觉得 媒体或许是条出路 这些年 我经常跟各地的记者朋友们打交道 对他们的工作模式也有一定的了解 再加上媒体这个平台 也能帮我更好地去实现 推广翻船的这个愿望 以及我的偶像 英国翻船女学手 两届奥运冠军Shirley Robinson 就在退役之后 成功地转型为媒体人 在CNN和BBC的各类航海节目当中 经常能够看到她 出镜主持 解说和采访 于是 当我倒在床上挪不动身体 几乎是人生中最无力 最糟糕的一天 我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转型体育媒体人 为了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份角色 我毅然决然地重考了雅思 申请位于英国南安普顿的 索伦特大学 就读体育新闻传媒的研究生专业 其实 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来劝我 说 李嘉 国内对于运动员退役之后 转型做媒体的接纳度 并不像国外那么高 能成功的就更少 你可要做好这心理准备 绝大部分都是浅尝者指 毕竟隔行如隔山啊 我爸妈也觉得很不理解 说你好好的一个奥运冠军 去做什么媒体 还得整天追在人家身后去采访 脸面都没了 他们更希望我能够 按部就班地在某个单位做个小领导 那样既安稳 也不用求着别人去做事 可我深知去从事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 有多么的重要 这一点 翻船就是最好的印证 哪怕我以后做媒体 收入不高不安稳 有风险被人说笑 那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带着这份热情 钻研的足够深 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出点贡献 自己也收获点成就感 那就足够了 结果随遇而安吧 想明白之后 我就开干了 先是播出了翻船佳音中文版 跟国内航海圈的各位大咖们 做深度的访谈 熟练一点之后 我又把范围扩大 做体坛佳音 采访各个运动项目的冠军运动员们 有一些在英国是做的 翻船比赛直播节目 我还能跑到伦敦的演播室里 去给中国的观众做解说 我飞到全世界各地 去现场参与赛事的报道和采访 至今 我做过的赛事有 世界排球大奖赛 斯诺克市井赛 田径钻石联赛 和东京奥运会等等 像丁俊辉 苏炳天和范志毅 包括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 演讲嘉宾张佳好 都接受过我的专访 除了中文之外 我也能用英语 去跟全世界各国的体育爱好者们分享 还收到了来自世界翻船协会的邀请 制作了英文版的翻船佳音 一转眼 我做《体育爱佳音》已经有五个年头了 总共两百多期节目 在跟这些运动员聊的过程当中 我总能跟他们产生非常多的共鸣 像艰苦的训练 比赛的压力 伤病的困扰 对家人的亏欠 对未来的彷徨 以及退役之后如何融入社会等等等等 那些可都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我的先生是英格兰人 每年我大概会有一半的时间待在英国 这三年疫情 国内的媒体出不去 很多国际赛事的采访 都委托给我独家做了 你说 这不又是因祸得福吗 我很享受做媒体的过程 也期待未来能把更多体育人的故事传递给大众 我希望等自己退休之后 大家再聊起徐利嘉会说 哦 他的体育报道做得很棒的 我很喜欢他的采访风格 从他的节目当中 了解到很多运动员背后的酸甜苦辣呢 啊 什么 他以前还拿到过奥运冠军啊 太厉害了吧 不可思议啊 那样的话 才说明我在体育行业干出了点名堂 而不是说仅仅靠奥运冠军的光环 去过完下半辈子 我的故事讲完了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那个问题 赛尔温施马和因祸得福 到底哪里不一样 在赛尔温施马的这个故事里面 你有发现这位老人做了些什么吗 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静静的等着事情发生变化 但因获得福不一样 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遭到了厄运之后 而自动获得幸福 但我们可以把灾祸 当作成一种新的环境约束 就好像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绑上沙旦拿着雅铃负重一样 也许你的不懈付出 可以让你有机会去超越身边的人 成为一个更厉害的强者 可见 这两个成语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 赛尔温施马完全是被动的状态 而因祸得福 则大多都是主动争取得来的 面对不幸 不要矫情 不要自怨自意 更不要我若我有理 强者的生存信条 从来不是什么let it go 而是let it pay 而且 对于像我这样天生就有缺陷的人来说 起点已经比别人低了 就更要加倍地去努力付出 否则 机会凭什么降临在我们头上呢 就像这一次开年演讲的名额 也是我跟马老师主动争取得来的 因为我想要变得更好 我想要不断地去突破 我是徐立嘉 希望你喜欢我的故事 也祝你能成为一个生命的强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